请在天员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员 好的欢迎回来 接下来和大家介绍这盘棋呢 是宝级区由外援金智熙九段队 上海队的曹湘阳五段 应该说从这个纸面实力上来看 应该是金智熙啊 更胜一筹是吧 对这个是的 但是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 宝级的关键战了是吧 生死大战 生死大战了 所以我觉得一切都很难讲 是的 棋盘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曹肖阳 上海清一队呢 其实上海清一队和这个渠州 浪科齐院队都是今年的升班马 有点难兄难弟的意思 马上就面临着降级的考验 对 那么上海清一呢 常规赛排名是倒数第二 所以呢他们只有在最后一轮 才能迎来这个宝级的机会 那么上海清一队呢 其实是有两次 两次点球大战是吧 有两条命 对两条命 但是上一次呢 就是也是运气不好 我觉得碰到了这个科捷领衔的民生信用卡队 谁想到科捷领衔的队伍都为了保击而战了 所以上海清一队呢也是在上一轮呢 是也大比分未能保地成功 也是在意料之中吧 因为实力上毕竟还是有有不足 是 那么今天呢就是这两只升班马呢相遇了 只能有一只队伍留在围甲赛场上 对那可真是生死大决战呢 而且这两只队伍的实力呢 应该还是有点可比性吧 这个第三轮也是 陈子健 这是渠州滥科队 渠州滥科 清一呢是常规赛比这个渠州队是高了一位 高一位呢就是多了一次机会 是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浙江队对加加食品队 这也是另外一场保击打 对浙江队说实话 看着他都为他揪心 有点意外 因为浙江队的实力很强 但是沦落到这个保击 为保击而战 这谈笑九段 队员们也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没错 因为这个浙江队啊 常规赛之后之中一度排名第三 排名很高的 而且他的对手加加食品 基本上已经自我放弃了 所以说他们这个能捞一盘试一盘 浙江队确实还是有点降级降不起的意思 所以这场比赛很难很难 这也是降级区的残酷之处 而且这个浙江队啊 就是为什么说运气不好呢 他这个前两轮的第一回合都是三比一 这个领先 结果在第二回合时候翻车了 就是被对手来了个这个三比一 而且是主将输掉 所以这时候更需要英雄站出来啊 挽救整个队伍 如果说再继续这么往下滑下去 那可真是 现在这个我们违甲的新规则啊 这个分为常规赛和季后赛 那么对于其实对弱队来说 应该说给保级呢增加了一些希望 是不是 这个赛制也很有意思啊 因为悬念会不断的产生 夺冠有夺冠的悬念 保级有保级的悬念 对 要这么说来 我觉得保级区这个刺激程度 一点也不比夺冠区差 按说今天啊 就是最后一轮 因为这个夺冠区 它还有一个总决赛 但是对保级来说 这就是最后一轮了 这个最后一轮的第一回合 还有没有得下的这么一个程度啊 对 夺冠区是你能取的什么名次 是 这个是比较刺激的 对那么这盘也是非常重要的比赛 没错 这每一分都很重要 对 我们来看 这盘其实是曹肖阳的黑棋 上海轻衣队的曹肖阳 直黑对渠州浪科队的外援金智希 这也是通过网上来进行的 要从实力上来说呢 金智希是韩国排名前十的高手 曹肖阳等级分大概在五十名开外 而且过往呢 也没有什么太亮眼的传绩 那么所以就可以说是一个弱者挑战强者的比赛 而且又是在这种特别关键的时刻啊 也可以说曹肖阳也迎来了一战成名的这种机会吧 是的 这个开局 这选的是低管 对 开局那 王老师最近好像这个错小木我发现是不是 感觉多起来了 有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布局都挺无聊的 大家你看来上去就这几套车 几套套路下来下去 在AI时代因为都已经被零马标价了 你稍微有点创新的下法吧 AI都告诉你是多少多少胜利 马上就告诉你答案了 你马上就觉得没心情下 所以说现在布局呢是多少有点无聊 但是这个棋 金智希这个下法我觉得还是挺赞的 因为在AI的评分系统里面 这个棋应该走到这 回忆路 三路比四路稍微胜率上高那么一两个点 但是金智希你看他很勇敢 我不在乎那一两个点 我就要走个四路的 好像是很少见 也给这棋添加了一些趣味吧 对 这种棋手我都觉得都咱们都得给他点赞 他还有创新精神 是的 那么黑棋他就逼住 这个 再做这个 这同样也是瞄着这个 我们一看到这个脑子里的条件反射 就马上就下一手就走 那就对了 点三三 点三三这个什么时候都不会掉胜率 这个取递 曹县阳这番棋选择的是取递的这个策略 曹县阳这个选手 我这个本来是不太了解 但是呢 他是在18年吧 通过有一盘比赛 让我一下子这个记住了这位选手 是吗 印象很深刻是吧 就是LG预选最终轮 他和崔晶的盘 可以说得上是在围棋史上都能够有排名的一盘棋局 就是巨龙 四条巨龙 一块形成双活 这个场面实在是太刺激了 我们这个作为职业学手也很少见到 什么是巨龙呢 这个巨龙的定义是从棋盘这边到棋盘那边 贯穿整个棋盘的巨龙 其实能够赢崔晶我觉得本身就是还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象征 但是你要注意那时候崔晶跟现在的崔晶还不一样 那时候崔晶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 还是被视为就是还没有说把他当了一个很厉害的选手 还是当做一个比较强的女棋手 还是你要抽签碰到女棋手你还挺高兴的那种 当然现在你碰到崔晶你没什么好高兴的 因为他的等级分已经排在韩国前20了 对 那么其实曹晶洋也是进过世界大赛的本赛 对 包括什么三星杯 他的这个场景 有两次这样的机会 你和崔晶和金智希比起来还是要差一点的 金太子毕竟也是世界冠军级的棋手 是的 他的棋非常的稳健 就是发挥比较稳定 成名已久了 名将 当然也现在和曹晶洋比起来 他们两个年龄应该差距不大吧 好像是92年的 对 进去是89年的 所以差距不大 来了 来了 飞骑就是靠在这的 不是 我看看他是飞 黑 白旗 白旗先守了个脚 先小飞守个脚 然后防备点33的意思 交换了之后 再靠进来 还是这一招 看看飞骑是用哪个 你现在在有这个字的情况下 一般就不愿意退了 你要退的话 这个被白旗这样一跳 这个字可能会副作用 那么当有这个字的时候 白旗黑旗一般是 两班选一个吧 他选的是 他选的是外班 选的是外班 外班跟这个字呢 更好呼应一点 这个就是碰的时候 得注意这个真子 不能被人家这样争掉 那就闹笑话了 这边肯定 因为这边是腥味 这个场合就不会选择顶吃了 因为这个这边没有子 场合不同 所以选择定式啊 一定要注意周边的配合 这也是一个局部的AI的定型手法吧 接住 然后断 然后这都是打吃 一本道 对 然后别忘了这个打吃 打两下都还是有便宜的 然后再吃 然后这个非常厚啊 这个这种拐头啊 就在什么场合都要拐呢 就是当别人压过来 下面能够产生对你的威胁的时候 这种时候拐头一般都很大 对 这一拐之后 这边的配置非常理想 这个虽然是定式吧 但是作为我来讲 我都是还是更欣赏一白旗 因为白旗走在外边啊 以后有发展 轻轻看的也好看 这个定式也是一个外视对实地的 对 两分的一个定式 在AI的评分系统里还是两分 但是你要说从偏好角度 我觉得还是更喜欢白旗 是 然后接下来黑旗是走的这个是吧 这部旗也是 我觉得也是 啊 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制盘旗呢 曹向阳的这个压力也不小啊 因为一般情况没有这么深的 这边黑旗白旗都已经这么厚了 铁厚了啊 你还要这么深入 这明显是被人有一个 照头阵头的这个方式 一般这顿哪怕这个 这个是不是这都是可以的啊 能够进这么深 就说明这个曹向阳这个拼搏的精神啊 也是 也是非常足 背水一战啊 是的 因为我们为什么说它深呢 这里 搬了一虎 其实是有先手意味的 其实这个呢 这个就各位旗友不太好理解的啊 但是作为我们职业高手来讲 就这个搬的价值 有些时候会比这个字还大啊 对 但是咱们不需要这样理解啊 你就 哪怕是白旗不靠这个先手 你就只需这样一震 这个字左右都没有差 这个力度已经够了 那也是很苦 何况还有这一个先手般虎啊 黑旗还是跟着应了一手 对 他现在王老师有没有心情这里脱先呢 比如说从这一代出头 这个这不太好理解啊 但是这个旗呢 呃 我们也不是三页链也能说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啊 就是这一般之后 呃 和这白旗黑旗这一打的事情的区别是 嗯 白旗一般之后白旗这个已经活了 对 黑旗这个呢 反倒也为不足 而黑旗一打之后 黑旗这个也活了 白旗这个眼尾反倒不足 嗯 在本身就价值有十目以上出入的情况 还关系到两者的厚薄 这就是这个打这个价值所在 对 这个看似只是一个边角啊 一路的一个关子 实际上这个价值 是不可小看的 没错 我们也不用那太太多的考虑 他这个计算方式 你就记住这个大很大 你看到这种形状就大吧 没基本上没什么毛病 现在就发现这个打入真的是 比较深了 对啊 这太深了 太深了 太深了 这也说明这个曹云阳这个心态的这种波动吧 嗯 其实他没完全没有必要 如果现在这样的情景的话 嗯 黑旗完全可以稍微缓和一点 对啊 你把这里白旗这两个先手已经走掉 你现在黑旗还会下这个吗 那很难了 这个被镇住总是要吃苦头 现在黑旗上面这个子 他那冲一个挡住 那白旗完全可以接受 完全可以接受 那白旗这个大部队 大本营互助 你这个便宜有限 但是这个这招的亏损 哎是的 所以将来黑旗要走 还是要希望能这样全火 嗯 但是但呃 残验这个局部就先暂时不走了 对对 这也是很聪明的一个下方 放一放 啊 根据这个局势 然后再走 他选择的是肩顶吧 对 肩顶 哎 肩顶之后打入 先把脚守住 然后再 打入 打到这个 啊 这也是一个 要追求效率的下方吧 因为你如果你要不做这两个交换 这随时白旗这样一拖 哎 脚里都是火起 对 嗯 继续节奏 处理 对白旗也是个小小的考验吧 嗯 白旗 小尖 真厚重啊 对 嗯 扎实 一般情况 这已经有个子了 不愿意再下这么慢 那哪怕下得快一点 损一点 这样都可以 但是它这么厚啊 也是很有特点的一步 还不肯轻易的去损失地 因为白旗 有了这个长皱 这个胯是很厉害的 是啊 这可能这个尖 也是他的用意之一吧 哎 没有 这胯 他为这个胯 积蓄力量 对 强调你的这个胯段的弱点 对 那么黑旗它是选择先飞 嗯 之后再拆 这是一种调子 如果你要单补 这可能被盖住了 嗯 它通过这俩交换之后 避免了被白旗盖住 嗯 这是一个急先手 还可以 挺好 黑旗加 加住 现在这白旗要走里边就没有意思了啊 还是要走外边 争取跟这边呼应一下 嗯 呦 这个手法看起来很奇怪啊 因为这个旗一般来讲 你走这个就已经很简单的就能出头了 那他为什么偏要走在这里呢 走这边不是明显是给白旗有一个顶段吗 是吧 这个没看明白 因为你 明显是 白旗黑旗盖这个 我们看这白旗这样贴这样都不行 你也加不住它 这很容易就出来了 那他为什么要非要走这个 嗯 走这个如果说白旗顶的话 它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嗯 那这不起可能是个问题手啊 这个旗可能就简单的盖 应该还是一步正手吧 这个可能想的有点多了 对 那么对白旗来说呢 就采用这个简单的顶段 嗯 因为顶段这马上是产生一搬 你受不了 嗯 你要搬这个 这一打就明显是白旗黑旗死掉了 是 这一串白黑旗没有什么收获啊 嗯 有点习惯 有点习惯 战果 嗯 对啊 这个白旗这都吃掉了 你走在这里边 这边都没什么特别大的这个 从这个尖顶 尖顶之后打入本身 其实对白旗是有一定威胁的 对啊 尖顶打入本身是比较凶悍的下巴 但是最后又产生了这样一个转身 呃 有点调子上有点奇怪的 对 嗯 不太好理解 哎 对对对 呃 从这不当初曹天阳这不深深的打入 就能看出来啊 这半期曹天阳心态这可能是想的想多了 是吧 只不定他们对教练说 哎呀 曹天阳同志啊 这就靠你了 我们要降级了 你得顶住啊 跟因为这跟金志西嘛 这是渠州队的头号选手 嗯 结果这个可能是压力之下 这个心态有点失衡 像这种深水打入 或者这个地方的简明的气子定型 这逻辑上都不太说得出 曹天阳其实在清一队应该也是成绩算很不错的 胜率过半 因为很很很 清一队也是比较有 呃也是本土打造的一支队伍吧 哎对曹香烟也是上海人 对本土骑手 可能这个资金实力也有限 所以说也找不到什么特别强的选手 嗯 所以这队中没有能够特别能够扛顶的人啊 这也是他们这个处在降级区的一个原因吧 是 接下来 白旗挂 黑旗挂脚 嗯 但是 直面 还不要急 慢慢来 是吧 你孙依然说这个啊 好像是 哎 好像这个下的有点异常 但是我们要从整体上来看 你看 黑旗这边的空 这边的空 这边的空 形状还都不错 嗯 还都是守住了基本盘 嗯 所以说这个旗呢 胜负力应该还早 对有的起手是这样子 你觉得他形势好像呃这个其实稍微差一点 但是他这个很有韧性 是吧 他就是要把他拿下来呢 哎 也没那么容易 他有可能就是想跟你练后半盘呢 啊 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潮行员对金智熙啊 可能还不太了解 因为他们只以前应该没有交过手 金智熙是非常擅长于下这种局面 金智熙你要说他这个 呃他这个才能特别好啊 嗯 我觉得金智熙能经常能下注很漂亮的围棋来 但是他呢 就是对于乱战的这种局面的把握差一点 啊 那他比较擅长这功夫起关子 就是他的起有点很具美感啊 就有点像日本维棋那种传统的维棋啊 形状都走得很好 但是你好几块的纠缠一 纠缠他一块 那种乱战的局面 他稍微差一点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稍微弱一点 所以说曹宣扬这番棋跟这个金智熙比功力 那你说你的功力又明显不如人家 这种情况真的是很难 战略上是不是 这个选择有些失误 对对对对策略上可能有点问题啊 好 现在白棋花了一手棋把这个二路挡住 他不是怕黑棋这样爬 而是怕黑棋这样爬完全活啊 所以把这个挡住 本身也是一部大关子 那黑棋走这边 你这步棋再不走 被白棋再飞过来就大了 所以这也是很有必要 这个是不是也有一点点新手的 他可能怕这个 这个跳点你要连的时候他多一挡 你要再连他这一爬 看不清 看不清 所以还是补了一手 这也符合金智熙厚实的风格吧 这个空围住效率还是不错的 你看啊 我们上一盘看的是谢科跟顾子豪 对 栗战 栗战之旗 一上来就杀在一块 你再看这两盘 这两个人 没有战斗 好不容易有点战斗 两个人就定型定调了 好不容易可能会产生一个死活问题 就补住了 他就不要了 然后他就补住了 没有战斗 平平稳稳 这我记得以前啊 看他们就是 我们中国棋手 有的人下棋啊 就是你感觉五十手之后 就开始收大棺子了 对 特别是那时候受日本影响比较深的时候啊 那时候这个就是平稳派呢 还是有一些人物的啊 因为李昌浩那时候厉害啊 李昌浩的棋就是这样 李昌浩的局面十盘九盘都是这种 对对对 走走就开始收官了 布局之后就开始进入棺子了 对对对 所以说那有一段还是这个就是稳健派当道吧 对对对 其大多都是如此 后来这个李昌浩慢慢的这个 被李适时给打败了 给取代了是不是 所以后来咱们中国又出了鼓励 又出了科捷 这一个一个一个比一个能战 所以说现在这个这么稳健的这个 擅长以稳健派的选手 反而少见了是吧 对 各个都是战斗的好手 其实这样的棋呢 呃 我觉得其实下起来也比较辛苦 因为你要不断的在判断形势 要计算哪个官子大 当然没事 这个我们爱好者 我想还是更爱看这个 顾子豪跟谢柯那种场面吧 我看看啊 现在该黑起飞 该黑起飞 像这种局面 我们讲的也没啥意思 对不对 也不知道说啥了都 呃 我们就跟大家分析这个哪个官子大 呃 对 而且这个官子 分析一下这个 呃 其实这个判断大小啊 我觉得应该也是爱好者比较 呃 欠缺的一点啊 就是很多时候 你像这个局面哪个哪个就是从哪哪里去寻找头绪 哪里去看起来是不大的地方 但实际上很大 嗯 这些方面 有一个小窍门啊 嗯 可以和这个各位其友分享一下 你在这种平稳收官的局面 你就挑 你走一手之后 下一手还能产生大官子的棋去下啊 你比如说啊 你这个地方开干二之后 哎下不着二路飞挺大 那这个地方就可以下啊 你再比如啊 举例啊 你这一例之后 你下一步跳挺大 嗯 这也可以下啊 再举例啊 这个黑棋一提之后 可能这个班也挺大 那这个也挺大 王老师跟我们说呢 正好也是当前这个比较大的几个官子 是吧 对 这种也是一个举例吧 啊 好 我们看白棋现在还是打入进来了 啊 因为黑棋围的啊 他没有没有说这样的围空 是吧 他还是在扩张 这步围呢 这个因为考虑到白棋这个头很厚 嗯 所以黑棋往这飞也是 也挺没劲啊 啊 但是他也不愿意就自己这样围 嗯 所以这个走在这儿 然后白棋呢 无论进到哪儿都没有什么危险 因为白棋周围都比较厚 对 这个风口呢 你看这个间距比较宽 嗯 嗯 嗯 这个进的算是深的了啊 嗯 其实在这儿站哪儿哪儿都行 你要别到这儿就行啊 就是当你遣销这个对方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让对手一手旗能把你封住 哎 你瞧你遣销在对方的这个两个头之间的连线点 你看这一线 就是黑棋的这个跟这个连线点 对 在这一带问题都不大 嗯 你看正好在这个 在这个左右吗 在这个连线点左右 他封不住你 那你先出 嗯 嗯 你这个地方你比方说你要这样封的话 呃 那他可能他就这样冲出去 嗯 对 这里也是封锁不住的 嗯 他只能 他震 嗯 震过之后还是要拆回来 是吧 这个不拆被白气跳下来 但是你这样解读也有道理啊 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个不对 因为 呃 你当初 往这儿围控的目的何在 你就是还是想围大点吧 是不是 那对方如果呀 胆敢深入的比较深的话 你还是应该攻击 啊 如果说对方要浅一点 那你说你围一个也就算了 嗯 对方都已经欺负到你 你家门口了 啊 你你还能忍 我不能接受啊 我觉得这个棋还是得 还是得冲出去 还是要攻击进攻 你 人家就算跳下来 就破你史莱姆棋 嗯 了不得了啊 这个要和对方拼啊 他压的话你 你你这边不要了 你你甚至把上面走了 那也算是一种转换吧 对啊 其实还是要和你之前这个棋 还有 这思路要连贯 是吧 呃对 当然也因为这个棋 现在这个形势 黑棋 谈不到 谈不上可以允许他这样啊 闲天信布的这个地步啊 现在形势明显是白棋比较好下 因为你看我们白棋的子孝啊 没有说是哪有问题的情况 当初这地方 我们要还记得当初的形状的话 就是白棋就孤单单的两个字 嗯 然后白棋一手没捕 对 然后黑棋跑过来攻击 攻击了一块白棋厚厚的实木到时候 没毛病 这地方也是 白棋当初拐的头跟这边配合 中间这么空旷的地方也是一手没滑 结果现在黑白棋也全成空了 白棋这个全 效率很高 这个脚也是 这本来有个点三三的空间 嗯 现在也没有 白棋每处都是最高效率 微程控的 那这个棋形势不可能坏 是的 嗯 看看黑棋 现在你看黑棋也 黑棋现在又没事干了 黑棋掉在这里 这个 瞄了这个冲断的整形吧 这应该是个先手 这个 这个黑棋 白棋应该 这个也 谈不上有多便宜吧 因为以后杯一吃效果也一样 这两下交换 嗯 交换掉 是不是也有点 卖味道呀 但是你要知道人家金智希都这样厚厚的补了 这样厚厚的补了 因为这边也不能再出什么气 就算 是吧 这个 你不是很郁闷吗 你什么便宜也占不着 各处还在亏 嗯 因为心情又不好 我觉得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呃 功夫期的格局啊 AI给分如果说 胜率差距比较大 可能实际上的这个 目数差距并没有想到那么大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AI可能说你这个局面已经是90几了 胜率一塌糊涂 但是你要仔细的一判断形式 你可能也就差个三四目起 对啊 当然在这个局面下 你别说差三四目了 就差一两目 黑旗也很难追啊 因为 没没地方有出入 都太厚了 其实如果仔细判断形式呢 其实确实是差距没有说 像胜率给的那么悬 你的也比方输入空啊 一十二十三十三十五四十五五十五 你随便一数 黑旗也有接近六十目 对 而白旗呢 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五十 黑白旗也差不多 就是 也肯定是不到六十五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局面 黑旗盘面还是很好的 当然AI给出来胜率 可能是黑旗已经没法看 对 看看现在啊 黑旗拆 刚才就我们说的这种 对 这个也能算大厂吧 对 这个现在这种局面 只有那地方还算是比较空旷 是 而且多少对白旗的脚还是有点小小的危险 是 其实对我们刚才说这个下这个 关子旗功夫旗的时候 找不到方向 下到空的地方也是一种方式哈 但是像你像在关子的时候一般空的地方不太多 不太可能 对像这种局面已经比较少见了 上面还有一个柴尔克 这个很厚 这个斑呢 这个反映出这个金质旗的风格了 看起来没什么空 但是有了这个斑之后呢 这三个子就变成 毫无后顾之忧了 对啊 这种旗都是看四小时的 如果说你要不走的话 你可能还是被人家搬过去 可能黑旗中间成为一排后势 你这三杆有不安定的因素 非常厚 这有一手旗的价值 对 这个曹县炎看起来好像 不着急不着晃的嘛 你要是晃着我的话 我就可能 那个脚可能是黑旗 确实是 唯一能够 还能这么这么的地方了 就我们刚才说 这个虽然黑旗立了一下啊 白旗挡住 这个脚看起来围住 其实还是有点味道 其实也是无奈了 不管那个脚有没有味道 但是现在你黑旗 还能找到其他的地方去拼命吗 莫非黑旗觉得可以再等一等 把这里啊 这个线 嗯 白旗的这个回家这条路线封锁上 然后再想办法攻击你 他还是要再续 要是我的话 我已经等不及了 因为这个旗 白旗把这四个 把这中间做活之后 白旗也没有任何的这个 不安定因素了 如果说你再被白旗 把脚上也给走好了 那个旗去哪争设呢 这个脚王老师要 如果要出旗 点到这里 对 这是一个长形 你尖 我就顶 他顶 你尝 他跳 当然这确实是比较勉强了 因为这局部是活不了的 但是 那你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是 无奈的想想办法 这个小尖很重要啊 这地方 如果你要不要用小尖 比如说你先挤断 这被这么一挖 这个 一吃 一气吃了 这样脚里没起 但是你这个先小尖呢 这里面就去不一样的变化 对 你要 要吃起只能点 如果你要点 我这一挤 他再一段的时候 你这个手法就不成立了 你在吃的时候 你看我这一皮 你这个没有滚爆了 你要现在你要搬的话 我这就成结了 对 也就是说 如果下成这样 这一想结呢 白旗敢不敢去杀 还两说 如果白旗不敢杀 白旗可能会选择这种靠 那你不就多少 还是有点机会了 万一金智希 哪地方产生误算 你不就有机会可寻了 就是在行事不利的时候啊 还是要多寻找一些头绪 行事不利呢 尽量把这个局面给复杂化 对 但是你现在一跳 可能就对白旗没有压力 没有威胁 白旗断 白旗还不肯补 那确实是 因为什么呢 这个角啊 刚才我们说的这一手啊 局部可能 白旗不一定能够吃住黑旗 但是如果黑旗在里面活脚 白旗在外围有便宜站 白旗其实也没什么 也不会亏太多 对 暂时不用太担心 这不断也很大 为啥很大呢 我们说啊 这不断完之后 就可能会产生下面的关子 产生了后续的关子 这黑旗是往这吃的 那这个肠 它现在要跑 这是明显一搬就回来了 黑旗是准备弃子 好看 白旗不是简单吃白旗还要再往里面煎一手 这个 这个煎 我觉得应该 当然没有坏处了 但是不煎也没关系 这样吃也可以 他是觉得 你这样团吃完 你 还有袜是吧 你不用 我就顶了 你不走我还是一个一个顶就可以 当然煎一个也没有坏处 煎一个而且 还挺气人的 你吃不着我 他只能挡住 对啊 因为你 你怎么叫吃 你这样叫吃也不行 一个带响 对啊 你这样叫吃也不行 你弄外边也 我这冲下去 你也吃不住我 所以你还是打 那这样再吃 再吃 倒是一样啊 王老师 如果直接吃 区别不大 和打 再吃 等于多交换了一手 是不是 区别不大 但是确实有可能有好处 因为他以后把这个粘回来呀 什么长了 再搬住 很遥远的未来的 可能还是有好处的 而现在白旗这种局面 就是注意别被别人出毛病 然后黑旗 白旗粘这个 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大关子 因为黑旗提完之后 这不但有味道 这本身这一般就是先手五目 对 但是金智希还是不走那个脚里 说明他认为那个脚没有问题 但是实际上 难道不担心黑旗来这里 去闹闹事吗 是担心 但是你要知道 咱们是不相关人 人家是为了保急而拼命的 那种他都觉得没问题 可能脚里也确实没问题吧 但是我只是说这个旗 黑旗要想逆转形式 那也只有那地方有指望 你看果然 黑旗没有出席 黑旗就是这么简单的飞一飞 那这不是安乐吗 这不是 那么白旗也放心了 是吧 白旗压一下 一下 那这个 莫非黑旗觉得这个形式还可以收 那我们可以给他判断一下吗 好 既然他这么自信 我们看看黑旗的墓数啊 10 11 21 24亩这块 30 这就全算墓吧 41 12 这块 24亩是顶天了 嗯 那就是 65 对 65 顶天 我们再看看白旗 10 11 12 13 14 15 19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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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0 30 至少啊 40 41 42 43 至少 还有个角 还有个角 10目至少 53 外加后卫 60目顶天 你看 单纯目上来讲 好像差距差不多 没有拉开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第一 中间白旗有潜力 第二 现在该白旗下 白旗随便 再抢个五目的关子 排便就差不多了 你看看现在白旗 夜吓得很简明啊 他就跳过来 他这个跳倒也很重要 他是多少防备的 这以后二路加吧 加力断这个增子 只要是一直防备住就行 因为你要不走的话 你可能 比方说人家这样一过来 这个 还有脚里可能会产生一点问题 当然这不跳 确实也是非常非常厚 自己 原本已经安定的旗 又连的 铁板钉钉 这也可以看出来 金智希现在判断这个 这个黑旗形式 白旗形式是非常好 而且白旗 这个连后之后 中间呢 刚才说 其实我们是没有给白旗点目的 一目没点 其实他还是有一些潜力 中间白旗如果不算目 是盘面黑旗 还是贴目 还是免钱能贴出来 那这个白旗中间这么厚 多少都是有目的 包括将来这种 点一点 对 靠主是不是 就是显然就已经有一些 甚至白旗这种直接碰下去 都不知道有没有 当然已经翻不上用这种手段 在有个跳的情况下 还往这点 sorry 我看看啊 这里是这个次序有点问题 翻了退 是反过来了是吧 他是虎这个 怪不得 因为我刚才理解 他这个跳是为了防加 但是我刚才突然发现 没这个跳了 你这确实也加不动 你断 还是被整掉了 也就是说你还得续一手 对对对 他先搬 然后点这里然后跳 那这个点在这儿 这个位置 似乎好像还不如 不如走在这里了 这样 多找一下下呼下呼搬起 嗯 这个点完有什么作用吗 自己还得联络吧 哦 这个棋 我实在是不太看好 黑旗这样下 这个对白旗没有威胁 嗯 这样下 刚才 刚才我们判断这个形式啊 呃 双方目数虽然差距不大 但是因为白旗后卫啊 嗯 这个潜力一目都没有给他算 但是你注意到 现在啊 现在同样是中间白旗还是没目 但是白旗多了这个虎 因为你再拐我再顶 你可能这个跑不掉 这跟咱的刚才比 已经五六目就 七八目就来了 对 而且最主要是黑旗这样下 对白旗没有威胁 而且这个白旗因为厚啊 它这个木不断的增长 嗯 黑旗只是去破白旗的木 自身呢也是很难去掌控 厚的好处嘛 嗯 就是有潜力 有潜力 它的木不会少了 它只会多 这个棋这样下对白旗没有 实在是没有冲击力 白旗就是这样 这个它就尖一个太文件 对 这也不想着往下靠了 就这样就行了 刺 就把这个子吃住 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你沾 嗯 这个子是不是已经 你沾它 我估计它 它可能会赶紧把这两个吃了 要不然这个拐 那就没有作用了 这是个次序 对 点完了 刺完了尖 但是黑旗不接也没事干的 黑旗不接你能把这个跑回来吗 估计也不敢 它飞 飞是瞄着这个加吗 嗯 那对 是这个意思 白旗先冲一手 你还是加不了 对 这冲一手之后你再加 我们看啊 你加 我立 你断的话 你跑的话还是跑不出来 这个刚好蒸掉了 这有一手冲 就把你吃掉了 前手冲就防了这个加 是 那么黑旗 白旗冲过来 哎呀更厚了 真厚 而且这地方 这一会儿这个刺也很舒服 那早知道这样的时候 早知道今天不煎就好了啊 应该先点 对对对 厚啊真厚 嗯 嗯 长安完把这个接回来 啊 先跳那边 现在完全就是一功夫棋 嗯 现在这个 从木树的角度 黑旗确实是没落后太多 嗯 但是这个 嗯 黑旗盘面应该还是好的 但是 现在 就算只有一目两目的差距 黑旗也很难追啊 因为白旗太厚了 先断 断一个是什么意思 断一个我打吃 你不是跑不掉吗 断完再斑 纯粹是为了收关吗 啊 他的意思是这样 你如果 你跟着硬 然后他在这样一路打你一个手 嗯 如果你啊还是粘的话 将来还有 那他这两手就便宜了 他是这个意思 嗯 你单斑我是 你单斑他退啊 但是这两手交换黑旗便宜了 这两手交换将来可能 比如说这个刺 哎 对对对 先手便宜 很细腻啊 但是我觉得可能便宜的非常非常非常有限 因为你这样 你有可能上面打不着 或者这个搬不着都有可能 因为这手断一般意义上是损齐 啊 这搬不着 啊 那很遗憾了 这个起黑旗 这个一贴之后 这总体黑旗都是薄的 嗯 他只能护一手 啊 护一手 哎这个得提了 嗯 嗯 现在你看这个 因为这个这个下了个损期 你再搬人家又夹住你啊 并没有破不掉什么太多空了 嗯 黑旗又没事干了 黑旗 嗯 嗯 嗯 加这个 啊 嗯 把这个子救回来 然后把这个腌回来 哎呀 其实这个起 嗯 这种在实战的时候下黑旗也蛮痛苦的 因为你很绝望啊 啊 这个起你明明知道 没处去争胜 但是你就此认输也是不甘心的 对 特别 现在就差距虽然不大 但是 找不到 争胜负的所在 嗯 特别是这个这个 你的队友情况还不明呢 你要先认输了 你很影响军心啊 这个肯定不能先认输 这个团体赛的时候 是啊 这又是作为了 一定要先撑住 保级生死战呢 这真是 呃 轻衣也 因为但是汉豪他这是两场啊 两场 主客场回合 对 你这场说呢 今天是第一回合 下一场呢 还要相同的队再下一场 嗯 主客场呢 呃 但是呢 你要这场一输 那下场压力就会更大 对 所以这场已经就大家都要拼命了 这场主要是抢分 是吧 而且是 从这个实力来说 这两支队伍 呃 可能还是 金智希他们这个队更强一点 呃 对 因为渠州嘛 毕竟还有金智希啊 嗯 还有这种 顶尖的好手 而渠州 一直对维琪这个非常重视 嗯 对 因为渠州他是有座烂科山 嗯 和维琪从千年前就有这种渊源 是 烂科山就是 那个 王志玉仙的那个故事的起源地 嗯 而且本身烂科山风景还是不错的 是的 嗯 然后这个旗是 还还在继续吗 还在继续 然后把这个打回去 哦 这个很大啊 这个 是 脚里十十二十三十四目 啊 这个黑气太绝望啊 啊 白气都太厚了 啊 把这个救回来 看这个 是挖毡还是顶 挖毡 挖毡 真 黑气 白气都快 满盘都快连成一块起了 哈哈 这样点 这是先手 顶了 既然就要打了毡 对 顶了打断这个 啊 哎 这个将来打了有没有什么味道啊 这黑白气这个棍太长了 啊 所以说你 气比较长 嗯 杀气如果黑气慢一气的话 黑气就应该挺欣慰 这个白气摆的怎么回事 怎么这有个字 之前有个交换啊 黑气这个白气把这个刺掉了 对 白气刺着先手 嗯 你这不贴被冲断了 嗯 那现在 这个棋是 这里面肯定不用补啊 这里面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如果说黑气来杀的话 嗯 我感觉至少慢一气啊 尖 你搬 我挤 我们给看看啊 嗯 你沾上吧 算你沾上 看啊 走 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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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黑气 白气可以扑啊 白气要扑的话 黑气慢两气了 但是我们就说 黑白气不会这种妙手言气 他就傻傻的收 刚好 还是快一气 也就是说这个局部 没问题 嗯 白气至少快黑气一气 啊 不用不气 这里头 所以白气现在长 白气算清了 对 这个气水都不用算 这么一个拐棍还怕杀气吗 低杆是吧 对 高手看到这种气 低杆就觉得气应该不会 不会杀不过 对 好 长就是 瞄着把这个先手粘回来 嗯 嗯 黑气如果 但是你要 先打一下 打一下 嗯 但是黑气你 你敢不让粘吗 你要 如果提 是吧 你要提 提掉这两个字 是不是都 这样全杀了 整块的黑气有点危险啊 长 你这连不回去啊 你挡着的被烟断了 这一断 嗯 所以你看 这个提 虽然很想提 那这起不是要被 白气先手粘回来了 是的 痛 这个粘本身这个棺子是四母啊 也就是说白气先手得了四母 不行了这个气 这个 就只能看什么时候认输了 这个气已经 后面还还进行了不少步 但是 好像我看这个胜率啊 决一给的胜率一直没有起色 决一给的胜率 这时候会比较行比较狠的 估计 黑气能有个1%就不错了 虽然实际上 目数差的不算太多 对 其实要真的全部把它收完的话 我估计差距不会很很大 黑气盘面顶天能好个一两幕吧 我感觉就是这个差距了 所以这番棋 我觉得 曹向阳没有发挥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这个判断 出现了一些误差 我觉得更可以说是他的心态有点问题 你面对了这种高手了 你还是得去拼 你想跟这种高手比拼功力 那人家之所以比你高 就是因为功力比你高 是不是 你跟人家拼功力 你必然拼不过 你应该还是去那种大杀棋 哎 比方说跟人家弄个什么几龙共舞了 那还指不定捡个勺子 还有希望赢 这么平平稳稳的呢 功力高的一定是优势的 看来这个今天曹小阳的战术选择 是吧 战略选择可能有一点小问题啊 是的 不过对轻易来说呢 明天还有一轮 明天那场才是更关键 先赢不是赢 最后赢才是赢 是吧 是的 那么今天的这个 宝极大战的第一场 也是我们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今天呢 是维甲季后赛第三轮的第一回合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明天是第二回合 究竟谁呢 留在维甲赛场就会大结局 是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呢 也就到这里 感谢王莉老师做个演播 时候我们进行了精彩点评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还在这里和您相约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